南投港 地投港就在下營的北邊 你看這個稻峰港 稻峰內海 北邊有舊營 東邊的新營 舊營在北邊的元帥 東邊有柳營 五金營 林鳳營 南邊下營 中營 然後渡的是水截頭 你看在古代清朝時代有稻峰港 我們南投港 地投港在下營的北邊 應該就是在稻峰港的港邊 從這個土很清楚 南投港會有一個港 雖然是水土 水加土就是土質很鬆軟不良一點 台語叫做南投 南投 土質會鬆軟就是因為在稻峰港 港邊 叫南投港 你看南投港北邊有滴水溪 本來那個滴水溪是在下營的北邊 後來改道 然後滴水溪到南昆森的北邊 北門鄉 南昆森北邊住入台灣海峽 還有資料來演南遠文獻同刊第二集 南遠文獻同刊第二集 那個下營你看這邊也有個叫下營 然後你看南昆森的西邊 還有北昆森 昆森古代的 還有南昆森 你看昆森就是海中的沙桌 你看還有馬沙溝 你看台江內海 海江內海是在台灣海峽旁邊的 道風 道風港 道風內海 也有叫道風海內海也有叫道風港 是在 你看 下營海前營海鯨 那是道風內海的海鯨海鯨 所以南投港 你看從這個地圖很明顯的看到 南投港 南投港 地投港 南投港 就是在古代道風港的港邊 南投港的北邊有下營海鯨 在北邊有那個浮騎坑 在北邊有竹埔鯛 竹埔鯛 往西邊 有大風大波 再往西邊有雪茄寮 大埔口大波靠 再往西邊 雪茄寮 再往西邊 在北邊 再往西邊 在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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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風內海 這很清楚的 竹埔鯛 大大波 大風大波 就是 海埔新生地 現在這個海埔 池王府 海埔的擁護 他就在道風港 道風內海的西南邊 這叫海埔 可能是跟那個海邊 海埔新生地有關係 這邊有供奉五五千歲 供奉 觀世音菩薩 太歲興金 南朵興金 北朵興金 諸天神聖 元都元聖 有很多神秘